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各地天气不错 冬陵道起因只有在东半部有零星的短阵雨 午后中南部山区还有北部的山区 也会有一些零星短阵阵雨 气温方面各地都是持续的回升 第一温大约17到20度 北部和东半部高温大约24到26度 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7到29度 未来天气的走向就看到了 在明天周二水气还是持续比较少的 零星雨是只有在东半部还有午后的西半部山区 会有一些零星的短阵阵雨 而周三开始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增强 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山区有局部短阵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道起 周四周五环境是偏东风到南风 这零星雨是主要是分布 预估会在东半部还有西半部的山区 再来看到到星期六 这东北季风增强之下可以看到 在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 以及中南部的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局部短阵阵雨 其他地区就是多云的天气了 而再来看到星期天天气 各地的天气就又会转晴了 小丁丁就提醒大家今天呢 环境风场是偏东风 西半部被风侧扩散条件差 空气品质不佳 另外各地天晴 不过山区有短阵雨要特别的留意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